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明群组发讯息 还有脸书直播 这年头也难免 为善避欲人知 否则下次选不上了 我们里长还自称是晋朝大将杜狱的后代 杜狱 是如破竹灭掉东吴终结三国时代 帮助司马迦一统天下的杜狱 就是他 是吗 这杜狱在担任襄阳太守的期间 曾经立了两座石碑 一座立于高山之上 一座沉于深潭底下 万一有一天地貌变动高低兑换 至少还有一座可以录出来 大家都能知道它的事迹 这有一首诗 哟 说来听听 襄阳太守陈碑易 生前生后几年事 湘江千岁未为零 水底鱼龙应是字 你听听 尤其是这最后一句特别妙 是吧 这沉在水底的石碑 千年都不曾录出来 那在那游来游去的鱼虾螃蟹 都看懂上头写什么字了 太讽刺了 我们里长最近还有件事 他停在巷子口那台车 老有人在轮胎上尿尿 是小狗吧 里长很生气 写了个告示牌警告 不准在此尿尿 结果 继续尿 连写的字都被洗掉了 显然是故意的 我们里长还装了固定式监视器 就为了抓到这尿尿的小鬼 跟他号上了 抓到了 抓到了 果然是只小黑狗 在轮胎前面看一看 吻一吻 左三圈 右三圈 抬起后腿 尿 果然是小狗 这就对了 怎么还对了 这小狗是看懂了 上面的字才尿的 写的是 再次尿尿的是小狗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年事》 这写的是晋书《杜育传》所记载 杜育刻碑记录自己攻击的事情 杜育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以及学者 是灭掉吴国 结束三国时代的重要军事统帅之一 杜育出生于官宦世家 本人极有才略 但是对于流明 传世也异常执着 为了能让后人了解 于是将自己的工业磕成两块石碑 一块放在山顶上 一块沉入水潭里 他认为就算千年之后 地形发生重大变化 高的地方会下去 低的地方会起来 但无论怎么变 这两块记录他功勋的石碑 必然有一块能被后人看见 后两句 香江千岁未为灵 水底鱼龙英诗字 千年之后 地形其实没有多么剧烈的变化 沉在水底的石碑那还在水底 碑上所磕的凡人攻击 水底的鱼虾来来回回看 大概也都看懂了 这首《襄阳怀骨》的作者鲍戎 是唐朝的近视 与韩玉孟娇是好朋友 鲍戎的作品 博士轻度 雅正高谷 只是人的命运不太好 当个小官颠沛流离 最后客死三川 人啊 短短一生 有多大的攻击 值得磕在石碑上 不如携手好诗 让后人传送吧 这个杜狱确实有一个后代 是伟大的诗人 杜福